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台湾放眼国际 从生活挖掘商机 从十一住行出发 用最新的思维 掌握正确的趋势与方向 我是曾忠裕 非凡商业台周一至周五晚间七点 全球新观点提供您理财新事业 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晚间六点到七点 非凡新闻通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弊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前所衍生出来的十一住行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 欢迎收看金融曼哈顿的节目 好 那我们看到今天盘呢 值数是持续往上面走 那我们今天是持续往上面续创这一段新高 那我们看到值数呢 今天是开平高之后呢 开高之后呢 震荡之后又往上 好 所以今天一整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盘上 那值数是维持上涨 那收盘的时候值数呢 是拉高左收 上涨47点 那收盘10848点 那所以呢 值数其实很轻松的一路往上面走 那眼看就要再刷新新高了 那其实我就说这一波全新的行情开始启动嘛 所以你看到现在为止 完全跟我讲的完全一模一样 那重点也不是在于说 值数今天涨多少点或跌多少点 好 重点是新的这一波 那新的行情才刚开始 那尤其这一波是直接就衔接到农利年了 好 所以你的重点当然在个股上面 那更重要的是 个股上面你只要锁定好 就可以直接赚钱 好 因为呢 好的股票或者有爆发力的股票 那你记得你一定要锁定起来操作 好 因为这个方式 其实可以让大家很轻松的获利 而且你是要买多少就有多少 都可以轻松赚钱 好 所以其实我们在讲到今天走势之前 要先看前几天的走势 因为我觉得一个好的模式 或者说可以让你赚钱的方法 都是这样开始的 也就是说并不是在它大涨之后或创新高之后 而是在你的买点的时候 那往往是在它还没有发动 然后呢 还没有涨之前 那那个才是真正最漂亮 你可以赚钱的开始 所以其实这个位置 其实会比今天的走势来得更重要 好 所以我们先看这边 那这是在几天之前 来 我们看这个位置 那所以这是在它还没有发动的时候 那还没有创新高的时候 那新的一段还没有开始涨之前 对不对 这个没错 那所以我跟你讲的时候 是它还没有涨上去的时候 还没有起涨的时候 所以我常在讲 你要学会锁定 那因为这个方式 可以让你一档股票就赚不完 那一档就可以打赚 那尤其新的一步要开始的时候 主生蛋要来之前 这个其实是最好 那所以如果是它创新高之后 我才跟你说的话就没有意思了 所以你看那个位置 就拉回的时候 在它发动之前 那因为那个时候是 你可以随便怎么买都可以的 你要买多少就有多少 那那时候大概45 46 所以你要多少都有 那我说这个都是 非常明确的订单 对 都很明确 所以明年订单几乎在手的就已经 就已经很多了 因为在手的这部分就足够赚大钱 那还有包括新东西 那新的东西 新的一年会开始发酵 这个又更强 所以我说这是大陆的政策方向 所以这是一定要来的 那重点是 不是只有这部分而已 后面还有这个 所以这才是后面 真的爆发力最强的部分 因为这个量更大 所以我说你把一档股票锁定起来 你就可以赚不完 那所以其实你常看到 很多人在讲的时候 都是在大涨以后 那当然那个也无可厚非 但我觉得真的最好的方式是 在起涨之前 那个时候更好 因为那时候其实你是 就可以很轻松买 你真的可以随便买 那你要买多少就有多少 那时候45 46 所以你资金大的人 更可以一次就买多 你要买多少都有 那你买了之后 你再往下看 所以我说我公开讲就是 希望你可以直接就 马上就大赚 你可以马上赚钱 因为第二天你看 第二天就开始往上 那它其实也没有每天涨停 但是也涨不停 那新的一波就开始了 然后开始一路上 涨3%又涨4% 有没有两天大涨 那涨了以后继续往上 然后一路创新高 然后再来就直接喷涨停创新高 对 涨停创新高 那开高以后直接冲上去 然后涨停创新高 那创新高以后还早不停 对 还继续往上 那还继续往上面走 然后一路创新高 好 那么到今天你看到57块半 已经又创新高了 那你回来看 那是什么位置呢 我当时在讲的时候 是这个位置点 那你要买多少都有 要买多少有多少 那从这里开始就还一直一路上 就开始一路往上 那上去后创新高 然后涨停创新高 震荡下又创新高 对 就一路上去了 那到今天又创新高 已经到57块多了 所以你看今天走势 就开始一路上 那57.5创新高 那那时候多少钱 那时候你知道多少钱 那时候4546 4546 今天57.5创新高 意思就是没有几天 就这么几天而已 但是你就可以有10块以上的差价 就可以很轻松赚 那就算给你扣头扣尾 你还是可以有10块的差价 那对一个40几块的股票来说 其实10块的差价 在短短的几天之内 是你要怎么赚都有 因为你要买多少都有 你要赚多少有多少 所以40几块的股票 几天你就可以直接大赚10块钱 而且还创新高 而且他还一路往上面 续创新高涨不停 对不对 还在一路上 所以我说那很明确 他东西很明确 那趋势上面当然对 因为那是大陆的方向 大陆政策要推的方向 所以他趋势是对 那趋势对东西的独门 因为全世界就有两个 那全世界就有两个而已 而且更重要的是 后面的上游材料持续出货 后面上游材料再开始出货的时候 这个是更大的暴别 所以会走大多头一段一段上 他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你拉回的时候 震荡的时候 就是开始心一破要发动之前 你如果锁定好下去买 你随便都可以10块以上没有问题 你可以很轻松的获利 可以很轻松的大赚 而且有料有价 对不对 你要买多少都有 所以我说你把好股票锁定起来 没有错就是这个道理 这很重要 因为这真的可以让你在 新的一波里面 很轻松的获利 都可以一路大赚 所以我常在讲 其实有时候 我们会公开跟大家说 而且都事前讲 事前讲就是这个道理 都事前跟你说 那不是上来涨停创新高 或者是往上面一路喷出之后才讲 都是一开始就讲 那这其实最能够帮到大家 最能够带大家活力 所以我说你就直接跟好 然后直接赚钱就对了 这对你觉得最有利 因为这个模式就是我讲的 在还没有发动钱 在它还没有喷出之前 然后我们就先讲 那你都可以先买好 先买好可以随便赚 因为先买好是最好 你要多少都有 所以我要跟你说 那其实新要发动的股票 你现在就可以锁定 因为新的一波开始 它不会只有集当股票涨 它不会只有集当股票 它会有新的题材开始 然后会轮动 然后所以我说 现在要开始发动股票 你现在就可以锁定好 你现在就可以先锁定 因为他们都还没有喷出 还没有真实喷出 来我们看看很多人 在讲涨价的股票 那非常多 排名上轮来轮去 很多涨价的概念 那涨价的概念 我有跟你谈过很多 你也可以很轻松转 但重点我要跟你讲的是 别人还不知道的 新的涨价概念 那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新的涨价概念是 还没有反应的 这跟别的不一样 很多涨价的概念是 大家都知道了 那它也真的很强 但是在往上之后 你已经不再低档了 你已经不是起涨的时候 但是我跟你谈的 这个涨价的概念 它是刚开始而已 那因为是全新的 最新涨价的东西 那这完全不一样 因为它还没有喷出去 还没有正式喷出 所以新的涨价概念股 我觉得现在就可以锁定 你现在就可以把它锁定好 而且今年车用 就YY成长是五成以上 至少五成以上 所以这两个都是 还没有发动的题材 而且还没有喷出 重点是还没有起涨 然后正准备要涨 所以我说 新要发动的股票 你锁定好就好了 锁定好就很好赚了 所以最重要还是该个股 后面要分出的股票 这一波我再强调一次 你还是要积极把握 就像我之前讲的一样 我之前就先告诉你 这会有一波新行情 这一波上来之后 你很多赚钱的机会 你到现在也看到了 但重点是后面 你还是要锁定好 你还是可以持续赚 因为这边到过年之前 农历年之前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时间 都非常容易涨 所以你要记得 你就把不一样的股票锁定起来 就可以持续大赚 所以要新发动的股票 你锁定好就好了 后面你就会持续印证 那这种整理很久之后 刚开始发动的 这你准备开始往上的 这种一喷出之后 它力道都会非常强 而且当中又不一样 那11月的3月的EPS 就已经到0.3亿 股价只有20几块 所以用这样的逻辑来看 它本来就要大涨 合理就会涨 因为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还有车用大成长 那还有新的订单 那尤其是每个人都可以买 所以一定要把握 所以我说你把新要发动股票锁定好 其实你就会变得很容易赚钱 就很容易获利 那这我才会跟大家讲 所以你一定要把握 因为新的一波上来的时候 它会有全新的东西 它会有轮动 那这轮动你只要把握好之后 你就可以轻松获利 而且这类型的股票 一发动的时候记得 都会一次涨过 就是一波就直接走到底了 真的一波就直接上去 所以像这种低价 又有量的股票 就一定要把握 所以我才说这行情 你一定要把握就是这样 这你都可以印证 因为很多人上来以后再告诉你 那就没有意思 但行情跌下来的时候 当时低点我就跟你说 而且我还讲很清楚 我当时就跟你讲 那你就低点 然后就直接上 那我跟你说指数会创新高 我跟你说它会过高点 其实你不久之后就会看到了 很快就会创新高了 那创新高重点是你在个股 重点是标股 因为新的一波里面就有新东西 所以一定要把握 所以我才说你只要把握好之后 就可以持续赚钱 来我们往下看 所以你把握新的东西的话 你就可以持续来获利 那你跟我们一起进场的话 你就发现这一天你就可以先买好 这一天你就可以直接赚钱 这一天的时候就是八栋的时候 这一天就是全市场还不知道 那OLED的PI基板 这是它的关键材料 因为以后所有的OLED东西都要用 所有OLED东西可饶式的特别一定要用 那全世界也没有几家 所以我说你一定要把握好 尤其PI最上游的原料 它也是少数里面 常有PI专件原料的公司 所以我说这一定要把握 因为全市场都知道 达运就是一路往上了 那还确实涨一大段 但现在跟你讲就没有意思了 应该跟你讲新的嘛 应该跟你说到当时 还没有起上的达运一样 大家还不知道的 那这一样是OLED的关键材料 那OLED的PI基板 那以后尤其是所有可饶式的 就几乎一定要用了 因为这个就是一定要用 它东西就是要用这种 所以我说那很重要 那这全世界里面 其实也没有几家 那又是全新的东西 所以这种独门技术的 你一定要把握 因为今年就大成长 而且获利又非常强 获利又非常强 因为获利本来就已经很好了 然后今年又爆发 所以你可以在起涨之前 跟我们一起买好 你前一天就买好 那买好之后你看 第二天就直接赚 其实当天你就可以直接赚钱了 但那也不重要 因为重要是第二阶 你还可以赚更多 而且你是直接开高之后 有没有完全就没有低点了 然后震荡都上去了 然后一波比一波高 然后亮灯涨停 所以全世界就没有几家 这是很重要的材料 那以后所有东西都要用 那OLED的PI基板 是里面后面 尤其到可饶式的里面 是全部的东西几乎都要用的 所以我说你一定要把握好 那尤其是PI的关键原料 它自己也是少数 自己有量产能力的 所以我才说 那除了达运之外 还有另外一档股票 你可以从第一根开始一路赚上去 所以一定要把握 所以在新的题材里面 就是有这个好处 你知道吗 你可以在它喷出以前就先买好 前一天就买好 那买好之后当天就往上 对不对这个没有错 但更重要是第二天直接就涨停 对不对直接涨停 那涨停后发动 然后震荡下再涨 所以我说这种周围一大端 所以一定要把握 那当然今天就创新高了 今天又持续创新高 所以记得 那无论如何一定要把握 你要把握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有爆发力的东西 那爆发力又够大的 所以还没有跟上的朋友 才说一定要把握好了 那么都已经帮你准备好了 反正你就跟上直接赚钱就可以 那因为这一波都会是不一样的新东西 那都是有梦的股票 那有梦的股票在年初最容易大涨 这个你要记住 所以后面新的东西里面一定要跟上 那就直接跟上来了 所以我才说 你反正就是把元月标股把握好就可以了 把握元月标股 其实你不用很多东西了 你不用准备很多 但你可以直接赚 那更重要的是 从现在开始到农历年前 你记得你就是 就直接赚钱就对了 而且就是标股 就是元月的新标股 所以还没有跟上的 记得一定要把握 好我们休息一下 那等一下跟大家讲 那这个元月的标股怎么来中 那还有什么股票 所以我等一下跟你说的时候 你一定要听清楚 还没有跟上的朋友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来 大家好 我是郑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门道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欢迎回到现场来 好 那么今天才一月 其实开始没几天 那么其实新的年份 才开始几个交易日而已 好 那现在一月初 距离过年还有相当一段时间 好 那你记得这一波上来之后 那全新的一波刚开始发动 那新的一年里面 一定是新的题材 那尤其是第一季就会有好成绩的股票 那第一季里面 你就会看到那个梦会实现的公司 那这种最容易在第一季就焚出 那所以最好的时间 就从现在到农历年前这一段 那这一段都是今年会大成长的股票 有梦的股票 那尤其在第一季就会看到成绩的 这些在今年的第一季 尤其是现在一月份 都最容易焚出 所以你要锁定好 它的资金会非常集中 那往上的股票 一走就直接就会走一大段 所以我说你一定要更好 那还没有更好的话 记得呢 你就一定要来把握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大赚圆月标股的话 那么强赚圆月标股 交易留吧 那所以这意思就是说 其实它是非常划算 对你是很划算 因为你可以非常轻松的方式 你可以很轻松 就说你可以非常轻松 直接跟上来 那所以这个其实是很低 但重点不是在于金额很低 重点是在这里 重点是在标股 这个才是重点 为什么重点在标股 因为标股赚得快 因为标股刚开始 又是新的东西 那我刚刚跟你讲过 每一年里面有大梦的股票 尤其是第一季就会实现的 那都在一开始就会涨 而且都在一月份的时候 它会涨最凶 因为进度都知道 那进度都算得出来 后面就有大利多 那后面有大利多的时候 它当然就一路上 它没有什么低点 它也许盘中震荡一下 震荡它又上去了 所以那种一口气 就是一大端直接上去 然后一路创新高 所以我说你要把握好 这就很容易赚了 所以我讲 现在到农历年前 很容易赚钱 这是真的是这样 这内行人都知道 现在到农历年前 最容易赚钱 最容易往上 那尤其是在个股上面 有大梦的股票 那今年有大梦 而且在第一季 就会让你看到的 这个都很容易赚 所以你要记得把握 后面这一段 所以我说一定要快 所以重点也不是在于说 对你的负担非常非常小 是非常非常轻松 重点 重点是标股 重点当然是标股 当然是标股 尤其是别人不知道的 正起场标股 所以这种力道都会很强 都会非常快 所以我才说你跟上标股就对了 这样就对了 因为有一些是 别人不知道的利益 那爆发力很大 那别人可能不知道 那没有关系你先买 你先买好之后 你就可以很轻松赚钱 那你要买多少都有 那你买了之后 你可以连续赚 你可以一路赚钱 那这就是我说的 圆月的标股 这就是这种好处 因为第一个东西独特 然后再来又不一样 然后再来东西又够强 什么东西够强 我说新的东西够强 但是新财迷够强 那基本没有够强 今年转机性也够强 所以这种很容易就一路标 所以我才说要把握 所以你跟上来之后 你只要直接跟上 你就可以直接打转了 是不是这样子 对 本来跟上就是 你跟上你都可以直接赚钱 你都可以直接赚钱 而且你不是只有赚一根而已 你不是赚了一根 你赚了一根以后再一根 然后一根再一根 然后上去后就创新了 创新了后还要涨 所以加起来就是 你可以连续赚钱 而且一路赚不停 所以我说我们往下看 我们来看这里 那这个是渐通 所以我说你跟上圆月标股就对了 你跟上圆月标股这个系列 你就可以直接赚钱 这样讲没错吧 第四季单季就可以赚0.5元 然后同价收回 那第四季开始涨价 后来低价固存 那还有环保新的东西 这新的低仙桶打击美系电动车的供应链 美系电动车的供应链 就不用我说你也知道是谁 但是美系电动车的供应链 又是独特的东西 那这里股价只有十几块钱的 它当然要涨 因为获利就已经很强了 这还不包括涨价效应 还不包括后面新的东西 所以会更强 所以今年的获利 田丁是大成长 这本益比就超低 这本益比非常低 那以车用来说 尤其又是美系供应链 是不是哪一家 你也知道 如果以这个相关的股票来说的话 随便本益比 都是往15到20倍走 那现在的本益比 连10倍都不到 你说会不会涨 所以只是别人不知道而已 但是你跟我你就会知道 你就很轻松上车 你上车后一路转 是不是就一路上 所以你有上车的人 其实这样元月标股 就是这样赚钱 就是这样一路赚 因为你可以很轻松赚钱 很轻松赚涨停 而且我还前一天跟你讲 我还前一天预告 我记得很清楚 我还前一天跟你说 我说你第二天早上一定要快 这个我前天又讲 我就说你一定来得及 因为你有打来 你只要赚元月标股 你只要想要一起赚大钱的 你那天看到 你前一天打来的话 你都可以上车 你上车之后你就会发现 对 开心事就来了 你就可以一路赚大钱 就可以一路打转 好 这是第一根涨停 是很轻松的 就马上先赚一根涨停 但当然不是只有这样 因为我既然说元月标股 它就是会一路上 所以涨停后再涨 两天两根 两天两根涨停 然后涨不停 三天三根涨停 对不对 一路涨 对不对 一路往上走 今天继续创新高 今天又继续往上 这还没涨完 还要再创新高 对不对 还要一路涨 那就一路涨不停 对 非常强 那为什么会这么强 结果说今年不一样的爆发力 今年全新的东西 美系电动车供应链里面 全新的东西 那今年的获利来看的话 本一比人十倍都不到 而且更重要的是 它还有独特的 对不对 它还有独特不一样的疫情材料 这些全世界没有几家能做 全世界没有几家能够做的东西 它已经做出来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 交给谁 交给美系大厂供应链 交给美系的电动车 这些全市场都还不知道 只有十几块的股价 它当然一定会涨 所以低价股有个好处 你知道什么好处吗 因为大转机的时候 它很容易涨一大端 因为它涨五成 它还是低价 涨一辈也低价 所以它很容易就一路上 因为本一比又低 那今年又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它东西又特别 因为全世界没有几个能做 就一型材料 那个没有几个人能够做 那算都算得出来 那算都算出来 只有几家可以做 所以当然会涨 所以你可以很轻松的 三天三根涨停 是不是一路往上 那今天还是创新高 今天还是一样 往上面续创新高 震荡一下之后 今天又再刷新新高 所以我说圆月标股 你一定要把握 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达星也是 是不是全世界也是没有几家 这是OLED新的关键材料 那OLED的PI基板里面 就反正以后都是要用 那一样全世界没有几家在做 而且还掌握有PI 上游的关键材料 少数能够量产的公司 所以我说要把握 那获利又特别强 今年有新东西 所以我说要把握好 因为这一定要用 以现在来说的话 新推出来的OLED 几乎全部都要用 几乎大家都要用 所以我说你要把握 因为这个趋势是挡不住的 这个趋势的力量 就足以让它打涨 而且又是里面少数的供应者 所以我才说 你掌握好这些 不一样独特的东西 就很容易可以赚 你当然就可以很轻松的获利 很轻松继续赚 所以你可以很轻松的 其实往上面赚钱 你可以很轻松的 就在建通上面大赚三根掌停之后 达新再来一根等于第四根的掌停 然后持续创新高之后 今天是持续再刷新新高 所以单单你看 一档接一档的元月标股 是不是都很容易赚 因为你随便就可以三根掌停 随便就可以往上涨 随便就可以再来一根掌停 随便就创新高 那单单是这里你看 就这两档就好 就这两天这两档就好 你看几根掌停 那都很清楚 就是大家都公开应证 大家都知道 那每一个利基都很强 然后东西都不一样 所以我才说 你要把握好就是这个道理 反正就元月标股 因为你掌握元月标股 你可以在农历年之前 一次就把你想赚的钱 开开心心的都赚钱 你可以一次赚买一大段之后 然后到时候就会有个 很愉快的假日 所以我才说 你还没有跟上来 一定要把握好 而且都准备好了 其实我们准备的东西 都很特别 都很特别 都几乎是独门的 都是别人不知道的 重点是东西够强 什么东西够强 新的产品爆发力够强 最近的大成长 所以后面的爆发力 就足以死亡马上喷出 那空间就很大 那因为空间很大 所以速度就会很快 所以我说这样的走势 这样的速度 这样的三根掌停 这样的快两根掌停 都是符合预期的 所以我说还没有跟上的人 你就直接跟上就可以了 那直接跟上 其实你也不用针对了 你也不用准备很多 因为你可以用最轻松的方式 那这就让你是 用最轻松的方式 也就是说是非常非常的划算 但重点是标股 元月标股 那如果你想要赚元月标股 你想一打接一打大赚 是不是你想要 直接赚大钱 你想一根接一根掌停赚的 那记得掌握元月标股 强占元月标股只要168 还没有跟上的立即要把握 跟我们线上的助理言论 一起赚拿钱 本公司与所推荐 翻期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圳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涨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